主料,刺瓜200克,鸡肉100克,加米150克,主料,香菇,红甜椒,盐,鸡精,胡椒粉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将鸡肉,香菇和葱分别切成米粒大小的粒,放在碗里,用盐,胡椒粉和鸡精腌制起来,将刺瓜和红甜椒切成小粒备用,糯米洗净备用,锅内加入适量的水, 放入糯米煮制米汤出米油,放入腌制的鸡肉香菇粒在锅里煮5分钟,然后再将鸡瓜和甜椒粒放入锅里煮5分钟,粒面稠的时候,关火装饭食用,烹饪技巧,鸡瓜就不仅美味,而且具有药下功能,对质可有一定功用,鸡瓜的性干凉,冷清热,泡汤,凉血,解毒,铝精米,虾米同用煮粥,有精热和味, 抱谈准备作用,各供早晚餐食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